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根據俄羅斯的媒體有一個最新的報導 是什麼 是說 斷捏刺客人民共和國領導人普希林 他表示 烏克蘭武裝分子最高級別指揮官 他還在亞速鋼鐵場裡面呢 所以到底這現在是什麼情況啊 趕快先來請教一下亮哥 我這次出來大概有人估計是264個 大概50幾個人是受傷的 那是運往這個敦內之客 所以基本上還是視為戰俘 不過因為亞速鋼很特殊 他有外來傭兵 那外來傭兵一般在國際戰爭裡面 未必會視為戰犯 如果是烏克蘭的編制內的 或者內政部的 那都會列為戰犯 那所以那個講法 應該是有兩種情況 第一個就是他是外國人 那可能是全世界各地的右翼 然後來加盟的 那這種人不一定會被視為戰犯 那第二種就是他真的有犯罪 就是他殺人嘛 那就是刑事犯 那在戰場上 殺平民當然有罪啊 那這個就是要經過司法來鑑定 所以 因為俄羅斯之前就有一群亞速人 亞速營事實上就投降過了 從通道就出去了 那這是第二次 可是還沒有完全結束啦 不要以為結束了沒有啦沒有結束啦 事實上 亞速營那個鷹派的旅長 他就是說他要再打到死嘛 是 所以他還在裡面 要到最後一刻 那還有鯊魚也還沒出來啊 所以大家好奇的那個露臉呢 也還沒有出來 對 所以就這裡到底有多少人 真的沒有人知道 所以這個盾涅刺客的領導人沒講錯 他說最高級別的還在裡面 就那個旅長嘛 他就說要打到死了 對啊 那因為有人說 裡面本來大概600人吧 或者甚至到上千人啊 那這次出來只有200多個啊 所以當然還是有其他人 那我覺得 俄羅斯會讓他們出來 應該就是俄羅斯要對國際表態說 我沒有要殺光他們啊 我願意受降啊對不對 那為什麼他會放200多個出來呢 我覺得一方面 第一個是傷兵可能沒有藥啦 那第二個就是可以減少糧食 那下面的人就可以再撐久一點 再撐久一點 這個當然也有可能 是 而且是不是烏克蘭人其實可能 也許待遇還不一樣 要辨識 對好 那是不是亞素營也可以辨識 看有沒有刺青啊之類的 是 好 不過現在呢 當然大家也很關注的是說 這裡現在很顯然的嘛 你烏克蘭在這邊呢 已經什麼 好像猶如困獸之鬥 還有人在裡面 但是呢 俄羅斯他在掌控這一切囉 那如果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到底是不是 就是你能夠把亞素營這邊搞定了 擺平了 也接大使 那現在接下來 馬力波這邊也沒問題了 那難道說掌握住了 控制住了馬力波 那這個營面就更大了嗎 控制馬力波最起碼能夠控制住 頓巴斯嗎 我華府智庫 新美國安全中心 他們就有說 對俄軍來講 控制馬力波是占領 大頓巴斯地區的關鍵 什麼大頓巴斯 就不是只有那兩個共和國啊 是整個大頓巴斯 那俄軍應該可以釋出兵力後勤 去對付頓巴斯其他的地方了 所以換句話說 那俄軍掌控的範圍 就可能更大了嗎 來大使 我是 我是比較純疑 就是俄羅斯想要佔據很多烏克蘭的領土 他第二階段的這個軍事任務啊 第二階段的這個特殊 特別軍事行動的這個 這個目標也講得很清楚啦 就是要完全佔領頓巴斯這個地方嘛 他沒有指別的地方 甚至連赫爾松他都沒有提到 是 對 那可是現在赫爾松 他現在也是等於就完整的掌控 已經在實行戰地政務了 那麼前一陣子屬然說 就是說他裡面已經開始用盧布了嘛 老百姓讓他都回去了 那沒有進一步的消息 赫爾松到底在現在如何 那不過沒有什麼進一步消息 也就沒有什麼戰事在那個地方 對 那大這個頓巴斯地區這個很難界定 不過頓巴斯是有他的行政疆界 因為第一階段的軍事這個目標就已經講 要恢復頓巴斯地區的行政疆界 也就在這兩個俄羅斯承認的人民共和國裡面 他現在還存有的烏克蘭的部隊啊 那麼我想他是要把它清出去的 那這個戰局事實上是進展得很慢 進展得很慢 然後主要的城市還有很多城市 還在烏克蘭的控制裡面 那會不會因為這個 這個馬利物伯爾的戰事告一段落 那麼就會把戰事集中在頓巴斯 我想這個應該照正常情況是應該是這樣 而且我也察覺他現在在這個 這個哈爾科夫這個地方 俄軍事實上是在退 因為哈爾科夫離這個頓巴斯是有一段距離 那有一段距離他中間隔一個19亩 19亩現在戰事比較激烈 那那個地方他如果能夠掌握住的話 頓巴斯的西面他就可以抵擋住 抵擋住烏軍的進攻 所以看起來俄羅斯好像沒有那種 非常快速猛攻的打算 他這一次第二階段的打法 看起來是可以說是一步一步往前走 他也不急就慢慢跟他耗 看起來沒有急迫性 而且現在看起來這個戰事脫長 不是只有對俄羅斯有傷害 同樣對這個西方國家這個陣營 也會造成更大的傷害 而且對於烏克蘭內部是不是也會造成傷害 我覺得也會有 因為現在烏克蘭 因為折倫斯基是等於說是戒嚴統治了 所有的反對的聲音 所有不同政黨的他都已經他都直接把人家抓起來 對不准發聲 那是不是都聽他的呢 也很難講 前陣子不是前兩天不是有一個影片在網路上流傳嗎 就會先生說在那個利維夫那邊 你們看看有多少汽車 運到烏克蘭裡面 所以烏克蘭有人在發國難財 對他內部的問題也很多 所以現在往下拖 對誰有利對誰不利 我看應該是對雙方都有利 也對雙方也不利 所以現在這個戰局看起來是比較膠著 比較膠著 那不過這個馬利物波的這個部隊 如果說他能夠往上撤出來的話 幾個營集戰術營的話 他也可以整備以後就往就往戰場投入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這個戰局 戰爭還在持續的進行中 只是沒有那種要數戰數決的那個態勢 可是烏克蘭的軍隊 看起來準備反攻的能力 還是一個大的問號 而且烏克蘭現在這個整個國家 不要說他前線的裝備 前線的武器 前線的補給 完全靠西方 這個國家我看現在公務員的薪水 人民的這個 人民的這個養老金 退休金 也是靠西方 所以這個沉重的負擔 我們只看到俄羅斯花的沉重負擔 那烏克蘭整個國家現在靠誰 可以支援了 那不就美國西方 那美國跟西方能夠支持他多久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消耗戰打下去 就是說哪一方獲利比較多 哪一方受害比較多 我覺得還很難講 旺旺水神 他是微酸性電解 次氯酸水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他是還原成水 所以不用太過於緊張 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適用 在這個非常慈禧 歡迎大家來上快點購物化器 還有生成機都給他買起來 當然在我的部分折扣碼可以享有優惠